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关注视频观看 翻唱或计划 第一,第三,红绿灯 香港重新制止 过马路要小心 但如果离别了红绿灯呢 对吧 以前是要等车 现在车等人 我们老子过马路 觉得不紧张 在杭州的斑马线 就算没有红绿灯 大部分车都很离扬 会先让行人走过 其实我们并不想他们让我 就是他们走 他们还是会停下来 就跟我们示意让我们先走 一直以来国内的马路如虎口 人车互不相扬 这种现象被形容为中国式过马路 为了减少交通意外 杭州是率先强制车让人的大城市之一 驾车的人在斑马线吴酿人 要罚100元人民币兼扣三分 高春在杭州做职业司机 很多时候都会开着手机导航 三百米出 有违章和闯红灯拍照 我愿意陪你做一切事 除了违章 举头三尺有天银 杭州每个路口都有镜头 捉违例司机 高春说开车要步步遗形 以前镜头你只能看到这辆车 你又可能看到这辆车牌 现在的监控是这样 整个驾驶员的脸都给你拍得清清楚楚 他说违例之后两天就会自动收到短讯罚单 用电子钱包来交钱 如果不服可以到交通部翻看天眼的片 没有得抵赖 马路边你经常会看到 大妈有些小朋友跟你数大不值 那时候你感觉就很开心 最好就是所有健康都撤掉 然后大家都很尊贵爽旨 跳出框框 让梦想在实州大地飞翔 好 好 您 Qi 好 这么